跟大家聊一下未来的经济房价趋势 先介绍一个概念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GDP这两个数值相除 这个比值代表了什么 比如你的可支配收入是10块 而你的GDP是20块 那么你的这个比值就是50% 那意思就是呢 你种了一颗大白菜卖了20块 最后呢你只拿到了10块 原因呢可能是呢 你付了5块钱的税 以及呢你买了5块钱的这个种子 最后呢被你用报废了或怎么着 为什么别人同样GDP是20块 可支配收入是15块 它的比值是75%呢 原因呢 一是它的大白菜特别好吃 而你呢不会种 你很想吃就要问它买 它把自己的税啊和成本呢 算了下是10块 就按照40块卖给你啊 你也要买 这原因二啊 它有科学的种植方法 用5块钱的成本就能跟你一样 种出20块钱的东西 所以啊这个比值高啊 就代表了生产力更发达 或者呢生产的产品更稀缺 以下呢就是近20多年呢 中国和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除以人均GDP的对比 近20年呢我国本质的本身的生产效率呢 和生产的产品呢并没有本质上的提高 而美国呢从来就没有衰弱过 这才是真正发达的本质 而美国生产的是飞机芯片 而我们生产的是衣服日用品 近几年我们生活的这个富裕啊 完全是因为人民的勤劳 打个比方啊 我们只会种地 除了更努力的种地 并没有其他办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再说啊我国经济的另一面 负债 你单纯的看啊 负债这个绝对值 那也没有太大意义 来看这个负债和GDP的这个比值 打比方啊 这个1990年你借8块钱啊 可以重视10块钱的东西 然后你把8块钱还了 自己还能剩2块对吧 到了2020年你借215块 却只能生产出啊 只能产穿 这个你卖的东西就只能卖出100块 那你生产的东西甚至覆盖不了你的借款 只能还利息 明年呢又要借215块 你才能这个 这个重出啊100块钱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 我国的负债啊像黑洞一样扩大 随时都要面临那债务崩盘的准备 这就是我再说说我们的人口啊 中国今年的人口呢 众所周知的是断崖式的下跌啊 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 到底有多断崖啊 2015年我国的这个育龄妇女呢 是1.5亿出生人口呢是1687万 按照这个比例啊 2021年我国本应该出生 1492万婴儿 结果呢 只生出了1062万 这就是说呀 原本理应有生孩子的 10个妇女里啊 就有3个不生了啊 只有7个才生 当然这是表面的状况 还要考虑一下 两个更加不利的状况 第一呢 2021年呢 出生人口的统计啊 应该是偏多的 根据呀 公安部登记新生儿啊 是887.3万人来看的 虽然这个数字啊 和实际出生人口 有一定误差 但是啊 17%的误差啊 有些过大 并且呢 这种不正常的误差 是近几年出现的 但是呢 近几年的新生儿户籍 登记更加严格 一种可能情况就是什么呢 近几年开始对这个 出生人口啊 进行了多报 第二呢 二胎出生人口的出生意愿 在前几年啊 在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已经得到了释放 近三年 二胎的这个出生意愿呢 也逐年的放缓 甚至一胎 意愿都是逐年的下降 连一个孩子都不想生了 从上面经济就可以看出啊 我国生产力没有本质提高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呢 依靠的是人民更努力 劳动人口更多 也就是低价值的 低端的人口 靠人口红利 奴隶一般的奴 这个奴工 靠的是这样的人口啊 数目这个基数更大 但是呢 从2015年之后啊 中国的劳动力呢 将持续的减少 同时呢 老年人呢 是持续的上手 甚至啊 达到一个 就是 一个劳动力啊 不算孩子啊 就是要供养一个 没有劳动力的老人的状况 而且呢 就是在2020年以后 可见啊 如果生产力没有提高 即使要保持现在的经济程度 劳动力呢 要付出成本的努力才可以 可是你看看现在啊 身边996啊 这些社畜打工人 在流水线的这个辛苦程度啊 现在就已经是折损身体健康程度的劳动 未来还怎么样啊 要他们更加努力 难道都去跳楼吗 难道都去这个过劳死吗 再说一说啊 过去20年啊 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第一呢 是货币放水 美国美元放水的前提下 中国他也要跟着放水啊 并且呢 是由于保这个GDP的需求啊 中国通过上面提到的负债来拉动GDP 所以呢 放了天亮的大水啊 必然会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 这些水啊 全部流入了房地产 第二呢 工区 2000年中国的城镇 城镇化的这个比例啊 仅为36.2% 城镇人口呢 为4亿5906万人 到2020年就过了20年啊 中国的城镇化率啊 为63.8% 20年间啊 4.43亿人呢 进城了 并且呢 即使在以后新出生的人口啊 全部进入城市 20年后农村大量的老年人 老年人死亡之后啊 中国的城镇化率啊 也将自然的提升到72.2% 但是呢 但是呢 中国呢 仍然是农业大国 2020年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为23.6% 需要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农民来养活一个啊 这么庞大的树木的人口 所以啊 这个城镇化率也不能跟这个发达国家看齐啊 所以今后20年呢 进城人口满大本算啊 不到7000万人 第三呢 外汇 中国实际上啊 大量商品呢 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什么飞机啊 芯片的 粮设 石油啊 这些东西都需要用美元来购买 没人认这个人民币啊 如果没有了美元 我甚至可以说啊 中国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但是需要将外汇留在这个中国市场啊 就需要在中国国内啊 形成金融性的产品 比如说啊 美国股市为什么那么好啊 国外热钱凭什么不去美国炒股啊 就非要留在中国呢 所以你就 中国就需要一个投机市场啊 也就是说房市来留住这些外国的热钱 相反呢 如果说中国的房价下跌了啊 外汇撤离了 那就会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 这才致命的 所以过去啊 需要推高房价 这也有外汇的原因 那就是结合这两条政策来看啊 限制换汇 人民币数字化 均是为了限制换汇推出的啊 然后有的这个网友说了 那还得把这个 疫情的影响考虑进去 目前呢 还看不到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啊 但是呢 我就想说啊 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啊 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除以人均GDP反而是84% 说明美国会要 在美国会啊 在这个疫情前提下更抢手了 但是当年呢 这个美国GDP是下降的 原因是呢 疫情极大影响了 美国人这个劳动人口的数量 能工作的人少了很多 但是疫情啊 本质上并不会影响大趋势 科学技术仍然是第一生产力 只是啊 这个疫情啊 拉长了周期而已 房价呢 在中国啊 有很多的政治因素 还有外汇问题 几种可能啊 房价呢 带着中国一起妈妈死 这个温水煮青蛙 印度化啊 你们看看这个印度梦买的房价啊 另外一个呢 可能是这个赌博产业 我们就可能是在赌啊 这个产业能不能升级 中国肯定肯定就是在赌 赌这个运气啊 但是从目前啊 这种 这种就现在的这个中学 高中分流这种政策来看啊 可能上面也默认了 这种产业升级失败 就放弃走这条路了 然后呢 就是慢慢的跟这个 美国脱钩了啊 走一步看一步 从政策上看啊 我觉得啊 也没有他们这个上 中国的高层啊 也没有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降这个房价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是经济下滑的危机 而房价的关系到经济下滑 但是呢 绝不能让经济下滑的太厉害 所以就看看这个房地产税啊 这个实际的税率高不高 还有的这个网友说呀 说有一个叫 哈尼珀特的这个 每个网友说 说我国的人口问题啊 说中国的人口问题 会影响到全世界啊 美国也不会好过啊 其实过去啊 其实连中国的人口红利呢 是给美国输了大量的血的啊 这个作用呢 是不可替代的 全世界目前啊 中国的工人又白白的给他做工了 对不对 又白嫖了啊 其实没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想灌水就灌水 对吧 各国的这个 这个 就是结会啊 都是以美元为计算单位的 那没办法 还有的这个网友说啊 那你针对这个现状 有什么什么好的建议啊 到底是攒钱呢 还是买房啊 还是有没有什么这个方便生存的职业啊 我给大家的这个意见就是有几个关键词啊 物价上涨 消费降级 国产的耐用消费品 还有呢 就是这种低俗的买头乐 搞笑的 亚文化呀 游戏呀 娱乐业呀 而精神的诉求呢 就是解压 要解抑郁 抑郁症高发呀 疾病高发 医疗资源紧张 我们可以做一做啊 像医疗资源紧张 那你可以是不是从中赚什么钱呢 还有啊 这个 低档的烟酒啊 色情啊 宗教啊 传销啊 殡葬啊 法律啊 成人在线教育啊 还有基础医药啊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目前好好锻炼身体啊 吃好喝好 穿好 就就好好学习 什么也别想了 就我对这个国内的网友说啊 还有的网友说呢 其实啊 近十年呢 就是我感觉啊 很多国内品牌都无法经营啊 逐渐被国外品牌替代 二三线城市的GDP啊 大部分是靠楼市撞起来的 而不是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 很多细节化的表现呢 这个我都觉得存在大量风险 是这个网友说的 我的观点是 在全世界通胀的情况下 GDP啊 其实绝对值并不准 一个馒头啊 以前卖五毛啊 现在卖三块 那GDP这就不就涨了 这个六块了吗 涨了六倍啊 其实呢 现在的CPI啊 这个指标去衡量 这个通货膨胀呢 也不准 因为呢 放水呢 往往造成的产 资产的价格上涨 因为呢 这个日用品呢 一直是功过于求的状态 GDP啊 是一个比较失真的 这么一个指标 而没有门槛的这个国产呢 是靠低价崛起的 门槛高的外国的呀 就是门槛高的品牌 都是外国货 其实日用品不明显 在南也不会有多高的门槛啊 但是呢 高门槛有啊 这个工业啊 军事 这个效果呢 就是大家越来越穷啊 有的东西造不出来 要是能买外国的 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好了 今天关于经济啊 就给大家聊到 聊这么多啊 有的东西